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年底有一个朋友朋友留言 风哥如果你今年养猪的话一定赚翻的 为什么不养猪要养牛 其实真正要讲的话养猪比起养牛来说 它的利润绝对高很多 只是说我们那一年由于非洲猪瘟 整个场全部倒掉了 所有的猪全部给蒙掉了 本来是摘过一两个月就可以遇上好价格 所有的猪很多猪都可以出来 那些玉肥猪 因为我们也是知本自养的嘛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爆发了疫情 所有的猪一头不舍 我们经历过那种高峰期 一直在从高峰期跌到低谷 整个东西是普通人没帮我想象的 一千多头猪直接一次机蒙掉 我不算他赚多少钱 就算他的成本 大家可以去估一下 当时那个价格已经到了十块十一十二左右 还不说年底 那个价格更高 所以我们现在变得很小心 无论是养鸡还是养牛 尽量的把风险降到这底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 那我也养了一辈子牛 也养了几十头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 人家随便看 到我场里随便转 还不是一点事都没有 我们养牛呢 属于新手 只是说我们的肚子走的要快一点 我们一次上了这么多牛 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 你养个几年可能才十几头一二十头 但是对于那些大的厂 那些管理严重的 人家是成本上千头的 像他们的技术源什么都有 像我们都是用养鸡的养猪的技术 来慢慢摸索养猪 其实这两种有一定的共同点 没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来控制的 像去年爆发的牛结结病 有很多养了一辈子的牛 说不定这个病没有听过 像我们之前养猪一样 非洲猪瘟 我们也没听过 只是说经历了之后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苦 其实相互学习 这是绝对是好的 我也很支持 只是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级别 也没有那种技术 你真正要讲 如果是我们的牛场出现什么重大风险 我们属于新手 我们是胖 像我们这种母的话 有些东西真的是你从表面看不到的 上次有个朋友就听他讲过 他说他养的母牛 下出来小牛都第二天就死掉了 牛死了之后 并且还没有找到原因 你想一下这个是有多恐怖的事情 这个东西不像养猪 一下个十几头 多的下个十七八头 一二十头都有 下出来我丢个四五头 死根两三头 也无所谓 那这个牛不一样 他一年就那么一头小牛 如果下出来牛都出了问题 那等于就是一年白干 像这些消毒设备 全都是以前养猪的时候买的 那时候养猪的时候 这个地上看不到水泥地 全是死灰 人走上去厚厚的一层 你都不知道那个病毒是怎么来的 怎么去传播的 你自我感觉消毒已经做到 全部都做到位了 能用到办法已经全部用上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 他为什么一天会死几头猪 人有的时候是讲运气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也有猪场没出问题的 或者说出问题出得晚的 他有些猪没死完的 第二年他把亏的钱也赚回来了 所以有些东西讲不好 没有绝对 自己有多大能力去做多大的事情 我们现在没有那种能力 也没有那种技术 让人家随随便能参观 所以我们也不对外开放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养牛 把这个技术提高 把这个小牛都养大 其实养母牛根本不难 难的就是把这些小牛都养好